等了好久大陸上海的游轮首度航行到台湾基隆 载着一千多名的大陆观光客来台湾过十一长假 他们也是第一批适用10月1号开始 不得指定购物行程的大陆旅游这个新法 对于能够来到台湾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亲切欢迎陆客来台趁着大陆十一长假 直送五星游轮带着一千多名大陆观光客 见证上海基隆首航行程赶紧拍照留念 我们两个两个才好 大家乖乖排队等着出发 因为这趟行程可不轻松 花两天时间从上海到基隆台北后 隔一天到花莲再一天到台中 接着又回上海 总共只有三天快速还台游 想去故宫博物馆 因为故宫博物馆有很多的文物 很想看一下 那名呢 和我的孩子去基隆夜市啊 那个台湾的小吃特别的想去尝尝看 第一次来台好多想吃又想看 当然Shopping也不放过 不过10月1号上路的大陆旅游新法 规定每天路客上线五千人 也不能以不合理的低价组团 更不能指定购物场所 就是要把零团费的二支团消灭 从玩团就是来玩的 需要购物我们会自己主动会去购物的 不希望强迫购物 如果是因为有导游和我们一起去 带我们去的话 我们比较有点方向性了 但也有路客烦恼真的想买东西怎么办 台湾旅游业者认为新法一定会有震痛期 虽然说整体团量变少 可是整体的团费也好 或者是整体的品质会是往上的 业者乐观相信 接团量虽然少过去四成 但团费和素质都是过去倍增 相信未来路客邮台会有更多正面效益 既然新闻曾建讯路易 SNG小组基隆采访报道